安徽洪水泛滥 鳄鱼逃出 猪在洪水中受困 上周中国遭受严重水灾 洪水摧残了中南部地区 导致130人死亡 190万公顷的农作物毁坏 且造成380亿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 在暴雨中 有92头鳄鱼 从安徽当地一间农场逃出 该地点临近安徽省杨子鳄繁殖研究中心 这是中国最大的繁殖中心 育有一万只爬虫类 包括濒临绝种的杨子鳄 由于洪水灌满围栏 农场的鳄鱼因此游过围栏上方 逃了出去 当局已警告当地居民 并加强管制研究中心的鳄鱼围栏 时至7月7日 该农场已有8条鳄鱼被捕获 安徽省的另一头 有一千只猪在洪水中受困 后被救出 在三千只猪里 只有三分之一的猪只 长得够大 可以被宰杀 因此才被救起 听起来很讽刺吧 安徽省西商集团成立的救援小组表示 救援行动所废不资 剩下的两千头小猪怎么办呢 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交在鳄鱼手中了吧